对于一名合格的吃货而言 永远都没有吃饱的概念 只有没吃撑 麻烦带给我来一锅这样的汤好吗 少年 全家人的口粮都在这口锅里了 吃东西的方式有很多种 楼下卖西瓜的老板 把西瓜又填往拦起来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 居然有人偷瓜吃 我算是明白了 你永远都拦不住一个吃货 为什么现在的小偷南方 因为现在的建筑贡献了助攻 住在这里我整天提心吊胆 说不定哪天就有人 顺着这个阶梯爬上来了 为了让自己安心 我还是搬家吧 你觉得家娃娃鸡难吗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吧 自从带着我家孩子去电玩城后 我就很少空手而归了 爸爸你看中了哪一个 我帮你拿出来 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实力 去赢回来的 姑娘你就算在这里 跪拜一天的法拉利 这车也不会白白让你开走的 车神呐 你看在我这么虔诚的份上 就满足我的心愿吧 你好 请给我来两张票 我要最好的位置 谢谢 姑娘你别激动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你也抢不到 有些东西注定是我的 就像我头顶的电源插孔 一般人你能像我一样充电吗 同学 目测你拥有飞上天的能力 半夜回到家 想坐在椅子上休息会儿 但看到椅子好像很累了 算了我还是洗地而坐呗 把裤子砸在椅背上 我还以为你要成精了呢 听说现在的椅子都很累 所以我们在地上打麻将 你们懂得啊 地球上的任何生物 都阻止不了我们学习国粹了 看到你们这么坚持 我差点就感动了呢 我差点就感动了 我差点就感动了